大家好,我是冰哥 夏天来了,一定要多吃苦瓜 今天给大家分享一道清凉解熟的苦瓜百合汤 按照我的方法做出来的苦瓜汤 汤鲜肉嫩,吃起来一点也不苦 接下来一起看看怎么做的吧 首先准备300克的苦瓜 3个百合和200克猪肉 第一步,我们先将苦瓜里面的瓜瘾去掉 去掉瓜瘾后,我们用刀将苦瓜从中间破开 然后,我们斜到45度将苦瓜片成薄片 调部片后,我们装在小碗中备用 再往苦瓜里面加入一勺食盐 用手将它抓拌均匀 用食盐将它腌制一下 那样能有效的去除苦瓜的苦涩味 抓拌均匀后,我们放一盘腌制20分钟 然后将百合去除头尾 再将百合全部掰开 掰好后,我们放在小碗中备用 再倒入清水 将百合清洗干净 洗掉上面的脏东西 然后,我们将猪肉切成薄片 猪肉最好是选猪的前腿肉 这个部位的肉比较鲜嫩 不需要任何腌制 猪肉切好后,转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块去皮的生姜 生姜切成薄片 切好后,也装小碗中备用 再准备一把小葱 将小葱切成葱花 切好之后,也装小碗中备用 这时候,我们的苦瓜也验制好了 我们用流动的腥水 将苦瓜冲洗一遍 洗掉里面的盐水 那样吃起来就不会太咸 也不会发苦 清洗好后,我们放一盘备用 现在我们起锅加入食用油 再放入生姜和苦瓜 开中小火将到炒香炒熟 大概翻炒30秒左右 炒好后,我们加入一碗清水 然后我们来调味 加适量的食盐 适量的鸡精 一点白糖提鲜 再开大火将它煮开 煮开后,下入刚才切好的猪肉 用锅厂轻轻地将它推动 让猪肉不会粘连在一起 再下入清洗干净的百合 再用锅厂将它轻轻地推动 将百合和猪肉翻炒均匀 再开大火 煮30秒左右 30秒后,我们再加入一点胡椒粉 胡椒粉一定要用勺子将它化开 否则的话,胡椒粉可以结成坨 再煮个十几秒钟就可以出锅了 好了,出锅装盘 一道夏天必必的苦瓜肉片汤就做好了 这样做出来的苦瓜汤 吃起来清脆爽口 一点也不觉得苦 而且这个汤越喝越觉得清凉爽口 带着回缸 夏天天气也热 多喝苦瓜汤可以清凉解暑 喜欢喝汤的朋友 一定要舒散起来试试这道苦瓜汤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了 如果您喜欢我的视频 就关注我吧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